文化最初接触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差异 因为首先是有一个语言障碍 有很多习惯的不同 两种文化最初接触的 看到的都是差异 差异也不是一件坏事 我们文化之间的差异 是彼此吸引 大家有时候追求的是一种差异 不同的文化互相学习 学的就是差异方面的东西 所以就是形成了这么一种现象 在中外交流上 从头到尾一直在说差异 而且确实最初表面接触的都是差异 但是只要是比较深入的 或者是比较长时间的生活在两种 或者多种文化环境当中 其实越来越发现的是 文化之间的共性 只是语言不同 表现形式不同 生活习惯不同